就這裡這樣子有我第一次來這個區域 對 這個是我們的first try啦 真心好吃 真的是很想要把沙拉味道 我吃過最軟的飯 好香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osh 這樣子 今天呢 我們要來當個遊客 這樣子 今天我們就不開車啦 我們就搭MRT去到KO那邊啦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小小挑戰就是 今天只有99塊來用 幾百年沒有搭MRT這一些 反正我最後一次搭MRT應該就是 七八年前了 對 七八年前 現在我們在研究著要走哪一條路線呢 去到我們的KL Central那一邊 我真的不會 這個時候呢 就要靠它啦 這樣我們現在就要Google search下了 看一看到底要走哪一條路線呢 去到哪裏啦 火車來了 火車來了 我們先上火車 再來找 哈哈哈哈 走的這樣呢 我們要下這個什麼KJL的紅線 然後走一點點路呢 就可以去到我們要去的地方啦 而且呢 只是4塊7塊了 所以 這個全部裡面最便宜 所以呢 我們就跟著它來走啦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上了這條線是對的 然後我們要到12個站就可以下了啦 哇 我真的好久沒有搭MRT 整個感覺好像升級了蠻多的 比起以前啦 以前做的時候 那個線就只有一兩條吧 現在呢 又多了新的幾條 變到我們在住的邊外面 都可以直接去OK了 真的是非常的OK 我來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喔 我真的從來沒有來過 這樣美喔 我的這邊呢 我真心覺得自己好像遊客這樣子喔 跑來一個好像我完全不熟悉的一個城市這樣 雖然我住這邊很久了 可是我從來沒有真正體驗過這些 以前讀書的時間啦 就是永遠走同樣的路線 從A點回到B點 從宿舍回到家 從家回到宿舍 就這樣而已 就平時開車你都是 人家叫你去那地方你就開過去吧 有沒有理太多吧 多少錢 三塊八 剛剛我們就用了三塊八來到這裡啦 好啦 現在我們就出了我們的第一個站啦 然後現在我們就要轉LRT啦 所以呢 就Google帶我來 所以現在我就用Google Map帶我去走啦 好像看風水這樣 哇 好幸好給我抬頭看啦 因為我平時我們開車 就直接進mall就進mall 根本就在外面這樣子走 然後看不到這些東西 沒有想到這麼美的 還好了 我們到了 繼續的當我們的LRQ 看到那個小孩嗎 那小孩很努力在看MAP 對對對 你在看MAP嗎 嗯 你只不知道用Google Map按一按咯 我們就可以直接帶你去到你要的地方 哦 真的啊 這台送給你啊 謝謝你 好 哈哈哈哈 聽到了嗎 神聖的聲音 要到了 哪裡啊 走還是右啊 啊 更短了 我們站太遠了 開始幾輪的感覺了 好啦 這裡呢 就是最繁忙的其中一個station啦 你可以看到到處都是人 然後大家就會在那邊走上走下 走上走下 然後現在我們越轉越暈了啦 很好 哈哈 好運 好運喔 好運喔 現在我們就要繼續找我們要走的路啦 基本上現在就開始走路啦 沒有再搭任何火車啦 OK啦 看來呢 我們前面走多4分鐘這樣子呢 就到達我們要去的地方啦 非常的方便啦 這樣子跟著 走貓不用想 去走吧 哇 剛剛走走下呢 我們就注意到 裡面有一個好像有一個雕像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建築這樣 刷固的我們呢 完全不懂是什麼來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就要打開Google LED 我們就可以直接 了解到那是啥啦 拍一張照片 現在你看我隨便拍一張照片呢 它就出現了啦 Hostel 蛤?Hostel啊唷 好啦 基本上呢 現在我們過一個馬路呢 就到了我們的 Little India啦 然後可以看到有什麼雕像那一些 我也不懂是什麼來的 但是沒關係 我們有Google Lens 拍一下 就知道了 啊 有了 Torana Gate 原來這個Gate喔 是印第亞的政府送給馬來西亞的 類似是一個建交的一個禮物這樣子 喔OK喔 因為以前喔 我一直來出國啊那些啊 我都很擔心自己來 喔 看了又怎樣 我又不了解它的歷史 我也很懶惰去讀那些 可是好像 以這種方式 我覺得很好玩喔 你就拍一張照 然後你就可以懂它的歷史那些之類的 所以喔 我覺得好好玩喔 哇 我長這樣大人講真 就這裡這樣子 我第一次來這個area 每次在tiktok那些呢 就看到我們吃那個脆球 然後裡面有些雜這樣子 然後那家傢伙就看到有一間了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try一下 哈囉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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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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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個好吃 他一直給我試不同的食物 這很好吃 看來我們不需要買一些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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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什麼鬼啊 Fanny Bully 這樣子呢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醬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first try 哇 哇 真心好吃 它脆脆甜甜 一點點酸酸 一點點辣辣 然後這樣子一碗呢 是快一點點 我一個人 我是可以吃得完的 但是呢 團朋友一起來呢 可以一起結 真的是好吃 真心好吃 你也吃不到什麼洋蔥味啊 它就是酸酸甜甜的 很好吃 它會脆脆的 開胃 很開胃 非常的開胃 拿這個 這個走走 好吃嗎 好吃是沒有跟你講啦 如果你沒有吃整的時候會火 你真的想像不到它的味道 哇 原來是這樣了 一轉眼就給我們吃完了 然後這個呢 真的是要趁快吃 你越慢吃喔 它就軟到完了 嗯 好啦吃完東西啦 嘴巴有點口口 然後他們講來這裡一定要喝什麼 Masala tea 嗅一下 哦 真的是很香辣Masala味的 甜甜醬 然後可是有點那種 什麼那種 印度人的香味那些 像這樣啊 一般我們奶茶 就只是喝到甜甜味嘛 還有茶味 可是這個就多了 他們一時吃Nasibirani 裡面有一個黑黑這樣 你一咬到會很噁心的 可是這個這樣子喝就好喝啦 好像薑茶其實 啊 可是沒有那個薑辣味啦 你看這就是薑辣 但是這邊是真的是 Litter India 蠻小的啦 看到的東西呢 都是大通小於 就是賣的都是同樣的東西 是不同的店不同的人而已 可是下一碗我們就去吃東西咯 應該沒有錯的話 我們就是去吃Banana leaf的飯 所以就看到這一間好像OKOK這樣 我們就去吃吧 好 果然這個是一來就有一個味覺的味道 就是你可以吃到很香的那個香蕉葉的味道 我自己拿一隻 看起來非常的豐富啦 看起來非常的豐富啦 他們上這一道菜 需要好幾個人來surf的 就是每個人會surf一樣這樣子 所以我們先來喝個水 然後sukumari tea 不知道像什麼了 很像你有去過了7-11 買那個日本的奶茶 那個味道就是 在印度店吃到日本的味道 在印度店吃到日本的味道 在印度店吃到日本味 然後現在我們就可以來開餐了 先來試它的米飯 很軟 我吃過最軟的飯 吃軟飯 對不對 這個飯太軟了 跟你講 你們有吃過這個kubi心愛 沒有要懂它的味道 然後就是類似苦瓜一樣 還是網瓜 我也不確定 只好吃就對了 就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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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蔬菜 這裡在這邊有一個samba 哦 甜甜醬 它不知道完全samba 原來這個是辣椒 應該不吃吧 可以咬看 咬看啊 會不會後悔啊 有味道喔 鹹鹹甜甜的 我跟你講我是一個非常失敗的food review 因為我全部我形容不出 我只能跟你講好吃 真的很難形容 那味道我也沒有什麼可以來 來我吃過的東西 華人食物那些 來去跟你replace 可是它就是各種類型不同的咖喱香味 所以就很好吃 65號雞肉 很像吃一般炸雞 可是很軟啊 有點像是tanduri 很像是tanduri 然後這就是他們炸雞 很脆你看 全部都是他們皮一樣 很軟 非常好吃 基本上這就是今天我們會吃的午餐 所以現在我們就 大家一起開餐吧 這下你的第一口飯 過程是不是軟飯 好軟 好軟就沒有 我要吃軟飯了 吃軟飯 綿綿的喔 又有點喊口 它又粒粒分明了 好啦 剛就吃飽了啦 三個人吃 其實我們的食物也算是吃不完啦 因為有點太多了 然後呢總共來到的bill呢 是57塊啦 57塊 57塊除以3 看這邊 看這邊 問Google 50是divided by 3 19塊一個人 好 所以我今天的預算還有多少咧 差不多還有30多 還有30多塊啊 OK 可以 那現在呢 因為吃飽的關係啦 嘴巴有點癢 想要吃甜甜 吃飽的關係嘴巴有點癢 這句話有點不對 吃飽了 當然就是要吃甜品啦 那剛才我就在Google搜尋一下呢 就找到了一個這裡 要走一個43分鐘 這樣子呢 就有一個 阿窮 ABC還有Chendo啦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往 像那個方向去了 那邊 帶大家來看看我們 的 待過待 看到嗎 現在我們只是需要直直的走 然後走到後面 轉右就到了啦 非常的方便 好啦 換戶所有的攝影師們 假如呢 你喜歡拍照的 或是你要拍人像呢 這一個地方 是一個很適合拍照的地方 基本上這裡呢 是那個 New Central出來 它的那個兩個樓梯啦 對 它的整個設計呢 非常的美 這種時候咧 超市用廣角 你看廣角這樣子 哇 一流 我們找到阿康好了 好啦 好啦 天氣了 最適合就是吃這些Chendo 本身 比較喜歡吃Chendo Over ABC 因為可能ABC 太早了 太多料了 我還是喜歡Chendo 這樣子乾乾 就是簡簡單單 一個甜味一個椰漿 哇 好香喔 你的椰水 就椰水 好啦 我們的Chendo吃完了 我跟你講 這邊的Chendo 要怎樣解釋呢 很濃郁 但不甜 這個解釋你們用來講 你想像不到 因為經常就是 很甜就得以很濃 很濃就得以很甜 但是這邊不是 這邊是很濃郁 但不甜 然後今天呢 不知不覺就拍了99張照片 然後一切的照片呢 就在我們的Google Photo裡面呢 都找到了 而且我也不用特地搬運 來Google Photo 我今天拍過的照片呢 它都直接出現在這裡 然後自動會 back up 上去的啦 所以呢 我就不用怕 會照片會不見啦 還是什麼 因為一拍了 它就up load 就算我換去別的手機呢 它都會直接出現在Google Photo裡面 可能沒有人會擔心 拍這樣的照片 它們自動back up 會有Storage的問題 一次用到完啦 但是其實呢 你們可以打開Google One 然後按一個Button 就可以upgrade 你們的Membership Plan 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Plan up to like 2TB 都有的 所以Storage的問題 絕對不是一個問題 還有就是我順便也跟你分享一個小小的tipsy啦 現在大家都講究Privacy這個問題嘛 這其實呢 你可以去到你的Google這邊 然後點你的這個account 再選擇Manage你的Google account 再拉到去Data還有Privacy這邊 然後再滑下去 看到這個Web and Apps的Activities嘛 你其實可以點進去 然後呢把它給關掉 甚至呢把它delete掉你曾經做過的任何Activities 這個咧就包括了可能你上網搜尋過任何東西啊 還是你在App裡面做過任何東西呢 它都會把它存下來 這樣子呢 你的隱私呢就會更加安全的被保護啦 好啦這個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半熱油啦 這樣子我們最終是用了多少錢呢 剛剛算了一下呢 大概是用了95塊多 所以呢我們算是成功的挑戰了我們的99塊裡面 而且呢99塊是包三個人喔 這個99塊除了可以包我們三個人 還可以做什麼咧 99塊呢可以讓你通過Message Zero Lusion呢 就可以得起S23系列啦 而且呢是配著所有剛才我講過的任何的Google功能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現在呢我們要回家去了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喔 掰 Cape VPN 3 4 5 5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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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9